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母命 欺负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玫瑰不叫玫瑰 依然芬芳 第四组 王源 张子峰 再说到王源 一直想摆脱可爱称呼的王刚帖 实力想证明自己愿的一面 粉丝们也很是保护自己宝宝的小小心愿 而小小年纪却演技了流的张子峰妹妹 早已演了多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两人此前虽然有合作 但总体对手戏不是很多 不知道19年能不能分别出演男女主合作一下呢 而正好比张子峰大一岁的王源 是不是可以完成人设转变 变身霸道小哥哥呢 丽丽 你快捏我一下 实际 你手不疼啊 疼啊 第五组 易阳千玺 李兰迪 易阳千玺近两年走的是高冷大佬的路线 愈发硬朗的轮廓和深邃的眉眼 十分适合演霸道总裁的戏录 而与四字弟弟同伴的小花李兰迪 青春可爱的宁家妹妹气质 十分耐看 大家是不是也跟老老一样觉得两人的磁场很合适呢 第六组 蔡徐坤 杨超越 在去年国内首导男团惊演养成节目中 以C位脱颖而出的蔡徐坤 可谓是心惊小声中人气不容小缺的一位了 凭借精致的五官 出色的实力成功劝了一大票粉丝 而同样在另一岛女团惊演类节目中一炮而红的 还有我们全策的希望杨超越 青春靓丽的外表加上圈粉接地气的性格十分讨喜 而这两位人气颇高的心境小声小花 也已正式进军影视圈 无论是外形还是出道经历都十分相似的两人 在19年会不会一起合作呢 芒果老星人说了这么多小鲜肉小花花 2019年有没有你特别期待的组合呢 巴达